1月17号下午 里水高速交警接到报警 说在长生高速太平港隧道附近 有一辆小轿车起火 接警后高速交警和消防 立即赶赴现场处置 民警赶到现场时 火苗已经窜出了引擎盖 索性 驾驶员及时撤离 没有造成人员上网 随后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对民火进行了扑灭 而对于起火的原因 驾驶员自己也不清楚 高速上车辆突发自然 时有发生 前几天 在长台高速绍兴段上 也发生了一起 这次起火的是一辆大货车 据了解 车上装载的是一车百货 有空调 饲料等物品 价值十多万元 车辆起火之后 火势迅速蔓延 一车货物几乎毁于一旦 损失惨重 有关车辆起火的原因 驾驶员王某说 和爆胎有关系 高速上车辆起火 不及时铺就 很容易连车带货被烧毁 这起发生在 长台高速嘉兴段的 乡式货车起火事故 从冒烟到整车被大火吞噬 才短短十来分钟 等高速交警和消防队赶到现场 用了整整四十分钟 才将明火扑灭 据了解 车辆起火的原因 是前轴摩擦过热 引燃轮胎起火 再次提醒广大司机朋友 开车上路之前 一定要检查好车况 避免发生意外 记者王延渊编辑报道